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印的VOA卫视 台湾平东县东港区渔民发起保足产互主权活动 历经六天航程 于当地时间星期一晚上抵达太平岛 星期二早上登岛 台湾渔民的互主权行动引发各界的广泛关注 执政党和在野党对此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和立场 登岛渔民则表示他们没有党派立场 只是要表达守护国家主权的决心 好 下面我们就连线屏东渔民 登太平岛互主权活动的发言人罗强飞 罗先生您好 是的 你好 看到报道说呢 屏东渔民的这个船队已经登上了太平岛 那么请您介绍一下登岛的情况 都举行了哪些活动呢 罗先生 是的 你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这个事情 在这个事情呢 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 大概在十点半的时候呢 我们是成功的就登岛了 那在登岛之前呢 台湾的海巡署方面呢就派出了小船呢 引领我们的三艘船进到了太平岛 那进到太平岛之后呢 太平岛的官兵呢也给予人道的关怀 就是送上了面包 放泉水 然后在随行的船员里面呢 有一个他脚是有烫伤 然后他们也派了医疗人员来帮我们做个医疗 然后呢船队呢马上就实施了淡水的补给 而且呢也将我们随船带了21个装水的桶子呢 带到了太平岛内的井水里面去装了21桶的太平岛的淡水 就在今天早上上午11点的时候呢 完成整个补给还有取水的动作之后 然后离开了太平岛 那现在呢正在返回台湾的路上 好的 那么据报道 说台湾当局对于渔民登太平岛互主权 这样一个行动呢似乎不以为然 那么请问你们的行动受到任何牵制和阻挠了吗 在这一次登岛的确是一波三折 因为在媒体上面 因为很多的讯息都是我们从媒体方面是获得 那个至于政府机关呢 在我们出发前或者出发后呢 当然也没有跟我们做一个沟通 也没有人来与我们做个接洽 那所以当我们在接近太平岛的时候 看到媒体才知道说 国防部是说你要登岛人员必须45天的提出申请 那所以呢我们昨天在接近太平岛的时候 可能又在海上滞留了一段时间 可能就是台湾的服务院高层就这个事情在做一个延伤 那一直一直等到大概等了三四个小时的时间呢 也终于在晚间的时间才顺利的进到太平岛 那么现在您刚才已经提到说船队已经开始返航 那么目前船队在哪里 航行了六天 只在太平岛上呢 不到一天 那么您觉得这次行动值不值呢 这一次的行动呢 虽然人员呢 没有办法去直接才进入到岛内 但是呢 因为在岛内也有一些 有一些质疑的声浪 就是说太平岛本来就是在中华民国有效管理实质占领之下 那我们去岛上去宣扬什么主权 有唱这种反调 但是我今天要很明确的就是说 今天我们渔民去所主张的主权 是他以岛作为基础 作为一个基础 然后200海里经济海域的主权 而不是一个交12海里的经济 12海里交的主权 所以这一点的事实要非常明确 不是说去宣扬太平岛 它是一个主权 太平岛本来就拥有主权 我们是讲过就是 要有200经济海域的主权的岛 不是只有12海里交的主权 是这样的 好的 我们感谢罗强飞先生在屏东 接受我们的采访 休息一下 我们继续精彩节目